我国在教育路桥等方面做出的建设成绩让世界瞩目 因此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基建表示感叹 便称我国为基建狂魔 据山东省公布的长期发展规划来看 我国接下来将会建设一条烟大海底最道 实际上单看烟台与大连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123公里 但由于彼此两座城市之间隔离一个渤海海峡 使得辽东半岛与郊东半岛之间运输方式受到不少限制 首先要是两城人民想要去到另一座城市 就需要绕过渤海海峡再行驶1980公里的路程才能抵达 不仅如此因为海运能力方面存在短板 两地之间贸易活动一到9月10月这样的旺季 船舶运力就会出现不俗 其次临近渤海一带天气变化也会对铁路运输造成一定影响 更何况两岸货流需求也受到了日运数量限制 据了解烟大隧道为海底全封闭的铁路隧道 通行方式定为火车运载汽车 每小时可行驶250公里 烟台与大连之间通行能够缩短至40分钟 在此之前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隧道 便是日本长达54公里的清寒海底隧道 而烟大海底隧道一旦建成 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隧道将会从此落户中国 而且东北与山东半岛两地之间的物流货通 以及两地人群沟通都会更加方便 节省了不少时间 虽然一条海底隧道的建设需要付出不少努力 仅投资成本就高达2600亿 也存在维修成本高等其他问题 不过建造后所带来的好处还是要大于这些风险的 因此其意义让人感到无比期待 我国作为世界基建大国每年都会将不少资金投入到基建中去 实际上若是细心观察 可以发现我们身边几乎每天都会有处于建设中的高楼 在这些建设的背后是我国无数工人们付出的日日夜夜 此外